嗨!又到了今天來講關於空姐的事了 相信做空姐是很多少女們的兒時夢想 以及會是她們夢寐以求的工作 做空姐 人工高 福利好 起床點好 高 又可以周圍去 又每天見到新的事物 又可以經常去旅行 員工優惠 簡直是大家傳說中最笨的工作之一 我當時也是這樣想 那究竟為什麼我會做空姐呢? 還有為什麼我會辭職呢?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吧 等一會 先跟你們說完 這個頻道之後就會有這個空姐談的系列 這個playlist就會只講關於空姐的事物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就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還有按旁邊的鈴鐺 就不會錯過任何新更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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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 還有你就會第一個知道我出了新片 那事不宜遲我們立即進入主題吧 那我就寫下我今天要說的說話 首先 當初我會做空姐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在英國畢業回來香港之後 要找工作 一定要找工作 那回到香港找工作 不知道做什麼好 最主要的原因是不知道做什麼好 在英國的生活太自由自在 多姿多彩 要我回來香港 立刻投入心不如死的工作 朝九晚六或者OT無限期 每天上班等下班的什麼日子 我還未接受得到 我覺得太慘了 兩個生活太極端了 我還未接受得到 我當時有點逃避 我是畢業後過了幾個月才開始找工作 我當時心想會不會有一份工作 是可以輕輕鬆鬆 鄧子豐的呢 就是輕鬆得來 又可以不要那麼悶 又不要經常坐在辦公室 又可以到處玩 做空姐應該都OK 既然大家都好像很想做 我又大學畢業 學歷應該沒問題的 我又懂得講廣東話、英文、普通話 溝通到應該這方面都沒問題的 我當時心想 做空姐 製服又漂亮 又可以扮漂亮 我那麼喜歡化妝 那就適合我了 還有 做空姐 起身面高 我那麼喜歡買東西 那就適合我了 還有員工優惠機票 可以到處去玩 我好像有多好 可以試一下 就是因為以上種種的原因 我真的發了CV去投考空姐 說真的 考上了空姐那一刻 是真的很高興的 我記得我當時 真的 終於我人生達到一件事 有時候又沒試過面子 我覺得 人生第一次找工作 我就成功了 很有成就感 我覺得自己很厲害 人生終於做回一件 有用的事 當然 他訓練 考上了之後 其實還要訓練 訓練完了合格 你才可以真正做到 一個可以去飛的空姐 當然他訓練的時候 是很辛苦的 七個半星期 但是我簡直想死 每天填鴨色 灌輸你所有的 Sattywise Servicewise 的知識也好 他本Manual 是這麼厚 這麼大本 A4紙 這麼大本 兩本 還有一本小的 另外還有一些小本的東西 你要吞下肚子 這麼多本 這麼大本Manual 這麼厚 兩大本 還有幾本小的 吞下肚子 真的很辛苦 所以 那時候一起訓練的同學們 我們是建立了一個很深的革命情感 即使我已經辭職了 我們都會時不時 一起去吃飯 去Gathering 這樣 當真正開始飛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 這個很新的世界 簡直是覺得 人生原來可以有這麼開心的事 跟我當初預期的東西是一樣的 周圍飛 去不同的地方 然後第一次 在Overnight 去不同的國家 睡不同的酒店 我都 很新鮮 很開心 可以去這裏 用不同的 currency 去買東西 那裏買些 那裏買些 很開心 覺得每一樣東西都很精彩 很新鮮 很high 即是我那間航空公司 做的那間航空公司 是很搶的 因為 例如說 你兩個小時的一個航班 你要做的東西是非常非常之多 你要路搶 做得很快 不錯的 沒有做錯的東西之下 你才可以有少少的時間 可以吃飯 和坐下來休息 喝杯 然後又要做事 又要準備光落的東西 所以其實是很累 很搶 很辛苦 我記得 大概用了半年的時間 來適應這種 這麼累 是需要努力 精神的工作 之後 我才會慢慢輕鬆 其實 反正來說 我已經過了保障 她的保障是半年 過了保障之後 我才覺得 那人比較正常 說到 我又可以到處飛 放假到處飛 一年 可能在說年價 是別人的雙倍 那 福利又好 又可以買飲碎品 各種好的東西 那為什麼我當時 傻了嗎 走去辭職 做什麼事 你為什麼要去辭職 那我做了 空姐 時間大概一年半左右 那我就漸漸覺得 好像 沒什麼新鮮感 飛來飛去 都是那些地方 Overnight 都是那些酒店 你都睡暈了 都睡了一年半 每一程機做的事 都是一樣的 你處理的事 都是差不多 是這樣的 譬如 會有十件 突發事件發生 其實你那十件突發事件 你都已經有 plan A plan B plan C 去處理這件事 你已經每天很慣常 處理這些突發小問題 的時候 你遇到大問題 也都不輪到我們小的來處理 所以 我們就只處理這些 各種的小問題 我們已經有了步驟 知道怎樣去處理 還有我身體之後 又開始變差了 其實做了這份工之後 我好快 我身體變得很差 驚奇不好 皮膚又好似 開始變得不好 搞到胃炎 因為這份工我很累 一天就想睡覺 那我就 沒有了生活 基本上 我的天就拿來 休息 哪裏都不去 那就變了 真的是 有錢沒命花 這樣的道理 我沒有 我享受不到我的Live 對那份工沒有熱情 加上我對說八卦 我也沒有什麼興趣 平時 如果大家長一點 長一點 長一點的Flight的話 大家有空 沒事做 一邊吃飯 一邊聊天 說八卦 但我又對八卦 零興趣 我不想知道 我又不會給你什麼反應 所以我對八卦 這件事不熱衷 當你心情很差的時候 你還是要笑面迎人 對著你的同事 因為他們階級高過來 你一定要對他們很客氣 如果不合談的話 他們又要給你面子 你心情就會更差 但你也要保持這個 不好的心情 皮笑肉不笑地去對待你的客人 你這些客人 有時候會有很多無理的要求 或者會令到你心情很差 那時候的人 心情很差 到完全沒有動力上班 好像被迫 那樣 完全不期待 好像沒有了靈魂 上班 好像一個只會笑的機械人 因為每天說的事情都一樣 做的事情都是一樣 天天完全一模一樣 也沒有興趣跟別人聊天 那時候做到 是很depressed的 其實我也掙扎了很久 因為始終它的利益都很好 因為當時起床點很高 以我一個新鮮人來說 他人工真的很好 然後又有超級準的機票優惠 然後又可以買免稅品 又有折 因為有員工優惠 所以其實真的很難取捨 加上你看醫生都可以claim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各方面 可能財政方面 對自己是最大的 concern 因為始終如果 我跳了去第二個行業 來做 由頭做起的話 他會起床點 一定是低於這份工很多 相對地 我的洗費會少了很多 我覺得自己很 concern 這件事 因為我也很喜歡買東西 但之後我也是把心一橫 決定辭職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知道 我自己不會做死一世空姐的 我知道我不會這一世都做空姐 只是做這份工 加上如果我要再做一兩年之後 才離職 跳去第二個行業 由頭來過的話 我覺得我的年齡會太老 所以我那時就把心一橫 決定辭職了 為了我的晉升潛情 我就決定遞上我的辭職信 那我有沒有掛著做空姐的生活呢 還有我有沒有後悔呢 我會不會想做空姐呢 其實這些問題我都經常被朋友問到 我每次都很堅定地回答他們 我絕對沒有後悔做過空姐這份工 我覺得空姐呢 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很好的人生經驗 可以看到這個世界 人家給你錢 給你薪金 你可以去環遊世界 也不是環遊世界的 可能看到這個世界的一小小部分 是比起平時在地面工作的人 去的地方來得多 當然你的視野會擴闊了 我絕對沒有後悔 我亦都很掛著我的舊同事 我一起訓練的舊同學 但是我沒有掛著做空姐 完全沒有掛著做空姐這個職業 為什麼呢 因為很累很辛苦 令到我身心俱疲 還有我不想再派餐 我不想再派餐 就是這樣 這條片就大概講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或者有什麼想法 感受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的留言 box 告訴我 我也想看看大家 對空姐這個行業有什麼看法 還有如果你要空姐的話 你有新同感受 你也可以在下面告訴我 如果這條片對你有幫助 或者對你有啟發 你有什麼感想 覺得這條片好的話 那你也不妨給我一個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按這個鈴鐺 那你之後就不會錯過任何新更新的影片 還有之後也會有更多關於空姐的分享 給大家看的 那我們在Facebook和Instagram見 Until next time Bye